在数码时代里 执法机构除了借助最新科技和器材应对网络罪犯 国际间的也必须要加强合作与交流 才能够有效地遏制罪案发生 利用最新科技打击罪案仍然不足够 内政部第二部长一华人在国际刑警国际安全会议开幕里上说 在复杂和互相连接的环境里 各国执法机构是无法单独运作 而是必须加强合作 一华人指出 国际刑警大会将能促进国际交流 协助执法机构更有效地应对网络犯罪问题 他也表示 随着网络在日常生活中更广泛使用 未来网络袭击将更大规模 而且后果更加严重 所以应该做好准备 保护国家和经济